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焦点新闻 北京时间4月6日凌晨1点左右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正在洛杉矶近郊的里根图书馆 和蔡英文进行会议 并且发推文称 美国和台湾人民之间的友谊从未如此牢固 他说他很荣幸欢迎蔡英文来到里根图书馆 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和去年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宣访台湾就很不同 今次中国大陆并没有发起特别激烈的军事行动 更加不像一些台湾的时事评论员期待的 大陆会在蔡英文回到台湾的路途中 部署击落蔡英文的专机 解放军东部战区没有出动 殡20隐身战机没有出动 052D导弹驱逐舰也没有出动 大陆唯一做出的反应是出动福建省海事局 在昨天的上午即是4月5日的上午 就由台湾海峡大型巡航救助船 海巡06轮领涵的海事执法船艇編队 开启台湾海峡中北部联合巡航巡查 专项的行动 这个行动从字面上是不难理解 它不是一次军事的行动 而是一次由福建海事局主导的行政执法行动 但是相关军事分析人士指出 这个看起来非常简单平常的行政执法行动 其实是表明中国大陆的台海统一行动已经开始 蔡英文专美会见麦卡锡回来 是没有如愿意尝地看到解放军反应激烈的军事行动 但是却会发现失去了对台湾离岛金门和马祖的行政管轻权 昨天开始的台湾海峡中北部联合巡查巡航专项行动 福建海事局将会对两岸直航的货船 施工作业船实施现场的检查 福建海事局江夏水的6000吨大型巡航救助船 海巡06也都参与了行动 从执法现场传出的照片看 大陆的海巡船其实已经是非常靠近台岛的海岸线 那为什么强调这一行行动的位置是台湾海峡的中北部呢 非常简单 打开地图一看就明白了 台湾海峡的北部是马祖 中部是金门 福建海事局呢 要实现对台湾海峡北部的巡航巡查的专航行动 即是在马祖和金门这两个地区开始 行政管核 意义上的联合巡航巡查 即是意味上上述的地区的交通 物流运输 海上作业等等 皆被纳入中国大陆的统一管理 同去年8月佩洛西揣台之后 大陆那种直接的全面军事封锁台岛 意图是完全不一样 很多人不太清楚这个行动 意味着什么 甚至会错误地判断 中国大陆对麦卡石会见 蔡英文的反应是过于平淡 或者是轻描淡舍 虽然台湾当局目前在马祖和金门还有驻军 但是台方在这些地区承担的防卫功能 早已经在去年8月之后 除了解放军类类地越过海峡中线 而名存实亡的 事实上从不久前 马祖驻军都抱怨缺肉食 以及金门士兵要游泳到厦门之后 种种事实表明 马祖和金门这两大尼岛的军事能力 已经是一个笑话般的存在 台湾当局在这两处的驻军 也只得一个象征性的意义 所以中国大陆的这次行动 确实是出人意表 但又是在合情合理 一般的情况之下 大家都会认为如果要想对某一个区域 形成实质性的行政管车 最基本的是要先形成实质的控制 而越过军事控制 事实地直接进行行政管车 确实是一件需要想象力才能够理解的事情 马祖来大陆9公里 金门来大陆2公里 在金门马祖这两个大尼岛 距离大陆太近 已经在基本上形成一体化的特殊背景之下 在金门已经有69%的淡水 是由大陆提供的情况之下 中国大陆做出这种跳过所谓的军事控制问题 直接对相关区域实行 行政管理就不会特别意外了 解放军已经是频频越过海峡中线 福建海事局的巡航船 是直接绕过两大尼岛 直到中北部的台湾海峡行政执法了 那马祖和金门的台湾驻军 想要反击吗 先不要说两大尼岛上的象征性的军力部署 在两大尼岛都被解放军的军舰包围的情况之下 军事上的抵抗还是有没有实际的意义呢 所以现在中国大陆对蔡英文 揣美会见麦卡石的反制是完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和去年佩洛西揣台之后解放军封锁台岛的战术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说对佩洛西揣台的反制措施 解放军进行大规模 環台岛军演的主要目的 仍然是一种军事震懾的行动 这样 今次蔡英文揣美会见麦卡石 北建海事局出动海巡船巡航巡查台湾海峡中北部的行动 其实就是实质性的统一行动 事实上 这个足以是令到蔡英文当局彻底崩溃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局 由于目前这件事并未涉及到军事问题 所以亦都令到处心积累的美方不知所措 不知道怎样应对 此事最关键之处在于后续的配套措施 因为中国目前上来的只不过是海巡零陆这种海警性质的管控力量 但是福建海事局对于台湾海峡中北部的这种行政执法行为 将会逐步常态化 就好像去年8月之后 带放军的军舰和战斗机是频频越过海峡中线 演变成为常态化的战斗巡航一样 如果台湾当局是敢于军事干预中国大陆对金门马祖实行这种实质性的行政管控 相信中国大陆的军事力量将会在第一时间跟上 而这样对于台军来说无疑于自尋死路 去年8月美国国会众议院院长佩洛西揣台 中国大陆就没收了台湾海峡的所谓中线 有人就猜想解放军会不会继续没收台湾的24海里及12海里的领海 但是就没人想得到这一次蔡英文宣美会见麦哈石 中国大陆是直接没收了金门马祖 实现了对金门马祖这两大尼岛的行政管控 蔡英文宣美会见麦哈石台美有关方面刻意炒作 是不断挑战中国大陆的底线 其实中国大陆统一的决心从来都是不容怀疑 虽然这一次似乎是不动声息 反应平淡无奇 但实际上是日拱一出 此字不宜地走向统一 在蔡英文过境喘美 并和美国国会众议长麦哈石等国会语言见面之際 解放军的航空母船山东南編队 五日现身在台湾东南海域 穿越了巴士海峡 展开了第一次西太平洋防昏 台湾军方六日早上表示 山东南位于俄联备东方約200海里处 美国海军航空母船尼米之舰 也都在台湾东部的約400海里处 山东南是中国自主设计自主配套自主建造的首手航母 在2019年12月交接日列 日列预金 山东南先后完成跨区机动編队战术等 训练任务 今次是今年以来 中国航母編队第二次冬出西太平洋进行演奋 今年的1月1日 日本自卫队通报 遼寧艦与包括两艘055型导弹驱逐艦在内的四艘 驱护艦和一艘保级艦 是结束了为期半个月的西太演奋 经过沖城本岛和宫古岛之间的宫古海峡返回东海 近日中国华为公司 就与乌干达电讯运营商MTN公司 和HIMA水泥公司 就在乌干达的首都坎柏拉 一同是发布了该国第一个5G数字水泥工厂的项目 是乌干达第一个5G技术在制造行业商用的案例 这个项目是移通过在水泥工厂部署的5G 利用5G技术高带宽低时延 港连接的特性 实现生产区域的数据实时传输 5G驱动边缘计算资产监控等功能和应用 从而显示提升工厂的生产效率 5G的速率最高可以比4G快100倍 数据传输时延 亦可以从4G的平均60毫秒减少到5毫秒 华为乌干达有限公司总经理高飞表示 华为将会继续和各方合作 致力于用5G等的信息通讯技术 助力乌干达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 迈上新的台阶 日前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轻能与先进材料研究部 符合轻化物材料化学研究组 陈平研究员 曹湖军副研究员团队 提出了一种全新材料设计研发的策略 通过机械化学方法 在稀土氢化物氢化难精格里面 引入大量的缺陷和精介 开发了首例温和条件之下 超快氢负离子的道体 团队创新采用机械化学求磨法 通过碰撞和展设力 造成氢化难精格的欺变 破坏了精格的周期性 形成了大量的纳米微精和精格的缺陷 这些缺陷可以显著抑制电子的传道 其电子电道率相比 結晶良好的氢化难下降五个数量级以上 最重要的是精格的欺变 对氢负离子传道的干扰并不显著 可以在镇住电子转移的同时 营救维持氢负离子通过协同迁移机制 快速传输 最终获得了优异的氢负离子传道特性 大家好,石楼台已经简化了订阅流程 不用验证电邮 想附订石楼台会更加方便 我们也都优化了视频课放器 网速比较慢的时候也都可以看得流畅些 如果有任何关于订阅或者使用的问题 欢迎你们联络我们 你可以在香港办公时间致电3181-3890 或者用画面上这个地址发电邮给我们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是其他媒体 比较少说的中国新闻时时分析 石楼台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搜寻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的网站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都支持巴士的布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